郭勇士仲恒惟以前前投法聯抽私費 去現場去提出動部三台交通建設 據說香港本期限度總統 去出位同月頭六號類綁床 同台中法聯聯絡以來 大家對予進討論 法聯嚴重市政費對亞 持續來服依蔡政府 為優先建設動部交通 加上去月頭六號綁床的評估 記者說 總是可以過支票對大錯 國道六號整個從南投接過來 讓花蓮跟台中未來變成一日生活圈 好不好 好 憲出國土六號挑逗法聯 現從幾次的民眾流動分析 現代到現時 法聯和交通問題嚴批本台家討論 不過國土六號燃起爐團計畫 認為共產困難 寬佈洋鄉來到問題 交通部一天出海救援 法聯誼國二百提出為期 如果請聽到地方的聲音 東部的交通建設優先 他就必須要提出來再一次評估 如果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交通部 沒有人才 沒有辦法做規劃 我們可以開國際標來做 其實技術上早就被判斷說 其實有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不是國內標國際標的問題 每逢假日還不用是連續假日喔 只要是一般的六日 其實就是大塞車的狀況 我們可以想像未來蘇花改通車 甚至國道六號通車 環島高速公路網建立起來 花蓮的市局會變成什麼樣子 台灣東部體行封閉 交通困境日期動度 人政府空調 有協賞本空規動和千里 過頭六號已經比挑國 很快有機會了 人外替鳳凰 來向哈孟柔切隊的恐懼 面對新年金 共青都會有期待有消理 下個新聞 楓小喜 法聯報道 會不會的 要整理下課 要整理下課 小蝶